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语 今天来的个女孩子想过来跟我一起自驾游 但是我现在大脑是比较空白的 没有说非常高兴或者说 想换个环境吧 主要是还是想散散心啊 然后刚好你也在外面 你说话不要忘了我笑 我不笑我干嘛 就只是这样吗 嗯,对,也是自己从小的一个梦想吧 然后你带了,我说句 我男人跟女人想的东西不一样 就是你带了多少钱出来 带了几千块钱 大概是几千吗 因为出来旅行的话 这些其实还是比较敏感的 嗯,反正 要说很具体吗 大概是多少吗 大概五千 九千也是几千是吧 一千也是几千 就是还有还有备用的 就是五千左右 单出来的有用 对 就是说出来旅行 我去年年我也不知道到底具体花了多少 但是其实花销是挺大的 就可能邮费的将近一万块钱了 这个费用都不用你掏 然后平常咱们吃吃喝的话 住大部分是住飞机房 带你去看住的环境了 把包放放到上面 你刚应该看一下 也是拿拿上面去嘛 都要放手上 平常住的环境的话就是 不是像你想象中的景点啊 干嘛的 因为景点它是不让大帐篷的一般 有那些光鲜亮地享受的时候 但是大大部分时候是要节约用钱 然后这个住这种飞机房 而且这个飞机房算是比较豪华的 豪华的 有些飞机房就像这个一样啊 这是我住这里还稍微少一下 有些就像这样 那有时候你你为了避雨啊 或者说在高原地区下雪下冰雹 这种地方不就算是豪华了吗 嗯 当然一个遮风打雨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住宾馆 就像我说的 你那如果是一路住宾馆的话 你那五千块钱可能半个月 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够呛 就你有帐篷没有吗 我没有 没有帐篷 到时候给你拿 看过当时不知道怎么怎么选 到时候买一个嘛 然后今天晚上就 就让你试一下去住我的帐篷 然后我就睡那个飞机沙发上面 把防照垫帐篷给你 我难吃苦的 哈哈哈 你跟着我一起就 就没有你害怕的事情吧 嗯 只要你别 我丢一下就好了 哈哈 就没有其他害怕的吧 例如就是说有时候网友不理解啊 说你哎 怎么跟那个男人 虽然我不说妈 默示男人因为之前认识嘛 那你就是 肯定会有人就是说乱说话呀干嘛的 你不怕吗 那也没办法呀 嗯 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嘛 可能可能这这次的决定都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自己选择就不后悔嘛 反正你是相信我 但是我也相信我 哈哈哈 我过去网友是不太相信 哈哈哈 就反正就我没有刻意去演示 或者说特意把那些卫生打扫一下 平常就是这个样子 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情况下的 我有时候在一些恶业的户外情况比这个还要邋遢 可能然后我们平常可能就以做饭为主 所以说是说什么吃喝不用你管 但其实也吃不好 可能 你也看过我视频嘛 就可能会用这种烤点吃的呀 还有高压锅煮饭呀 然后那就炒菜锅就买点菜 而且高原地区有时候不是你想吃啥就能一定买到的 可以 你没有什么就是说对于要求或者想说了吗 想说了 是真的可以说实话吗 说啊就是说实话大家都是普通人记住真实生活 你别 包括你对我什么看法或者说穿着可能不修蝙蝠干嘛 这个别说 这个无所谓就是有时候我 嗯有什么就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就是我可能也是从来都没有离开的 离开过家吧第一次出远门 然后可能很多地方你都要操心哪或者是什么 你可以可以用终点的语气说我就是不好的 我会改正或者是学习 就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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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我 不要丢下我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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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